哎呀 我现在终于回来了啊 保镖也治好了 昨天晚上走的太急啊 相机也忘记带了 手机也忘记带了 然后下车的时候才发现手机相机都没带 没办法 我就寄了个司机打电话 给我朋友打电话 让他给我转了一千块钱啊 我那朋友挺靠谱的 他帮了我一下 我没带相机 没带那个手机吧 去给他看病的 本来想拍个视频的都没拍的 哎呀 实在没招 当时实在是太紧急了 那种情况下 真的是顾着早点赶到医院 知道吗 给大家看一下 昨天晚上他吃东西卡住就是这样的 你看 手头一直伸 吐又吐不出来 吞又吞不下去 看着他非常难受 哎呀 你不知道他吃的是啥 卡住了 我也没看到 你看他一直这样很难受 现在是好了 刚把他带回来 哎呀 看这家伙好了就很调皮了 不容易啊 保镖 又一次死你逃生啊 前几天刚被车给撞了 我刚好养好 昨天刚会吃东西吧 给他搞了一些肉 又吃东西卡在脖子上 还好给弄出来了 哎呀花了640块钱 真的挺不容易的 保镖 你以后要听话呀 你签我640啊 你给记住了 昨天晚上搭车过去 花了150 今天从那边搭车过来 花了150 就是300 去那边的宠物医院花了340 总的就花了600多块钱 哎呀不容易啊 其实不是很严重 去了之后他就用一根棍把嘴给撬开 用那个给躲下去就行了 哎呀 早知道我自己也搞一下就行了 但是我也不是专业的 我也不敢搞 看见他特别痛苦吧 我以为活不了 虽然花了640块钱 但是治好了我现在也很高兴 我为他花640块钱 也没什么难过的 你要想我骑行1万多公里啊 三个多月他都对我不离不弃的 那我也不忍心放弃他呀 我也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是不是 宝贝 你真的是个大乱不死啊 必有后福啊 我就想抱他一下 你看长个小尾巴 哎呀 前几天嘛受伤了想动他都不好动他 看他很痛苦 这两天 哎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这两天我是怎么度过来的 只有我是吧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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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听话的我才保镖 看他好起来我心里特别高兴 真的不容易 这几天经历的太多了 这几天我本来心情就不好 哎呀还有好多网友骂我 他就骂我不想养就送一个人 为什么让他受这个罪 前几天出车祸 那是他自己跑到马路上去 我的责任就是没拴住他 这次卡住也不怨我呀 我敢打赌啊 好多爱狗的人啊 他没有我这么负责任 我说的是实话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我救我的保镖也是一种投资 我的保镖不是一个女的吗 他长大了万一给我生10个小狗呢 我拉10个小狗去卖了吧 一个卖200 那就卖2000 我这次为他花了640块钱 我还能赚1000多 这么算我也是赚钱的 我也不亏啊 但是我和我的保镖的这种感情 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啊 我只要我的身上有一分钱 我绝对不会放弃他 我一定会救他的啊 我的保镖现在是完全好了 前几天被车撞了嘛 也顺便给他查了一下 那个医生说没什么问题啊 这样子吧我就很放心了 我明天也准备走了 我也该走了啊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就多多支持 感谢大家 下期再见